第571章两份计划书 圆满到家后直奔书桌当即让小春花帮忙摸摸 自己则是打开包袱从里边找出卷纸开始布纸 小春花答应一生就麻利地去找水 再飞快回来帮自个小姐摸摸 圆满如今的字还是能看的 只是没法写太小罢了 半年来她又不是傻子 还有原本的简体字公底在 哪怕多学渣也比完全的小白学得快 所以她学起来也并不难 再者她也经常写计划书的 逻辑排序和文笔比起从前要好上不少 圆满想到旧飞速题笔写上脑子里边的想法 还把学院的规矩立了几样出来 每月的月考是重中之重必须要的 如果不用新学 不考三次没过就退学 如果达到标准则是可以继续免费上学 纸墨笔验和课本都免费提供 这点是参考第一学院里边的资助规则的 好的自然可以参考 另外 月考每班前三名还能受到奖励 完成启蒙后也会看原家需要的人手情况 给他们提供可选择的工作 如果不愿意也可以自找去处 这个是为了那些不适合走科举的 但又启蒙过的孩子准备的 成绩最好的 愿意走科举的话 可以去考第一学院 如果通过就可以自己获取奖学金资助了 也无需原家在帮忙 他们可以提供的就是给他们搭线 给他们报考第一学院的名额罢了 其实说白了原家提供金钱 有没有能耐翻身 就全靠他们自己努不努力了 如此一来 原家即得了名声 也能培养出来一批人才 哪怕不走科举 有些学士也能安排其他职位啊 这样也是不错的 圆满飞速地记录着所有想法 最终再重新挑选出可用的 小春花瞧见自家小姐份笔记书的模样也不敢打扰 只是默默地替他打扇子 确保不会让热浪清洗他 圆满确实觉得凉快 写完后抽空对他笑笑道 可以了 你去休息惠儿吧 西梅姐那边应该也还在摆席 你刚刚没吃饱的话就去再吃些吧 不用管我了 小春花听话地不善风了 而是笑着提议 小姐也没吃几口 要不我去看着有什么好吃的 端过来一块吃可好 圆满听见他这么说才觉得把思路都倒腾出来后肚子也饿了 便点点头笑着说道 也行 那你去吧 小春花答应一声就开心地去了 圆满则是想起饭馆和酒楼的事情 如今酒楼怕是不容易盘下来 倒是饭馆的事情不大难 可能摆来两银子就可以盘下来 最高的预算在三百两 这个价位以圆满对镇上的了解 应该可以买到不错的且有二楼的饭馆了 圆满便将这个仙计下 外加一些平价快餐和二楼亚坐的想法也一并记录下来 这个主要针对镇上不少摊贩的问题 都是做生意的 也不可能半路回家一趟多不方便啊 更别提一道余日很多从各个村里赶过来的村民摆摊 大家都需要解决午饭的麻 如果有平价又方便的吃时还是不错的 老吃镇上那些小食摊和自家带的干粮 想必不少摊贩都吃腻味了吧 而且镇上真富贵的人家也不算特别多 来来去去就那么几家 其他大多都是普通能够混个三餐温饱的人家 跟村里的村民们比起来是要好一些 但也没有多富贵 平常忙碌起来懒得做饭的人也不在少数 主要镇上自个做饭也很麻烦 有些地方还没有水井 水都是得去和里挑 或者请挑夫一担子一担子挑来的 就连柴火也得花钱买 所以算起来做一顿饭也要费不少银钱 很多人大多数也是买点吃时应付应付就算了 反正包子豆浆混沌也不贵 但是吃多了总得腻吧 圆满觉得快餐这种东西还是可以的 他们还有两个浓庄 用不完的柴火 这个就能省下一大笔钱的呢 食材也能自给自足 比起去跟人收还省下一个差价 当然如果跟人合作 原材料可以算便宜 但也不能亏本的麻 可即便如此也是有转头的啊 圆满家还原材料合制成菜品两边转 大方只需要出力气就能转的盆满钵满 也是很划算的事情 而且圆满家如今又有关系靠着 无论是周家还是花家或是农部的几位大人 办啥事情都要方便许多啊 可以说是稳稳当当的挣钱 当真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意了 圆满觉得这单子肯定没问题 大方如今的人品他也信得过 倒是他大姑那边待定 可以在观望看看 如果他改过自新 为了堵住他阿奶的嘴巴到时候 也不是不可以拉他一把 反正震东那边码头干苦力的那么多 在那边开家快餐饭馆才是更有转头的吧 一切只能先看他大姑和大姑父的表现再说啦 再者也是先和大房试一试 毕竟谁也不知道合作后能不能合拍 等大房发家后又会不会突然间性情大变什么的 所以先试试水 资助学院的事情也是先在青山村试一试 等成校还行在扩大学院招附近其他村里的孩子们 若是办得不错 以后还可以开在其他地方里 帮助更多的孩子们 等圆满整理完这两件事情 手指都写得发酸发麻了 小春花也才端来饭菜 将它们放置在大书桌的另一边 圆满肚子这回人饿狠了 连忙拿起筷子就开始吃起来 还招呼小春花一块吃 许久没吃过西梅姐的手艺倒是让人怀念 她吃着觉得比外头油腻的酒席好吃多了 一下没忍住就吃得有些撑 果然不能饿狠了再吃啊 圆满不禁打了个宝格 小春花要慢些 见圆满挺快则她也要停 圆满只哭笑不得地 让她自个慢慢吃饱了再收拾 小春花这才不好意思地笑笑 而后认真的低头吃起来 一点也不浪费粮食 圆满歇息惠儿才将纸张分开放好 那边她娘和大伯娘先回来了 声音就很容易分辨出来 圆满先捏着饭馆的那份计划书就先出去了 而后让小春花安心自己吃自己的午饭 不用跟着过来伺候 但小春花给圆满看她干钱净净的碗 表示自己吃饱了 而后还没咽下去嘴里的饭菜呢 就开始收拾碗筷下去 圆满见她那副勤快又谨慎的模样也是没办法 只能板着脸让她先咽下去再忙活 别一不小心呛道就不好了 第572章一万个愿意 圆满安抚好小春花 这才拿着计划书寻她娘和大伯娘去 温氏带着刘氏直接就到堂屋里边去 听声音只有他们俩 阿娘 大伯娘 就你们先回来了 对了 我这正好也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你们也一块听听帮忙想想可行不 圆满一进堂屋就开门见山地将事情开了个头 然后再把想法说给他们俩听 并且保证可以顺利开起来 温氏听完还有些萌 但见能帮上大房一家子也是乐意至极 刘氏已经欢喜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搓搓一脚惊喜道满丫头这话当真 你当真要拿出银钱来和我们大房合伙开饭馆 她知道自个这位小侄女本事大 家里的事情都是能做主的 所以才没有先问温氏 而是对着圆满询问着 圆满看一眼她娘 见她点头没有不满的意思就继续说道 当然 大伯娘放心 我能说出口的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事情 其实老早就有这个想法 只是家里虽然镜像不少 但同时花销也大 就没敢往外拿银钱投资 如今下收刚过 家里余钱也有 便索性想跟你商量商量 圆满说着说着 想起大房一家之前一直说想自己存钱买有带院子的店面 如今她这样开口也不知道会不会打乱她的计划 于是她又补充道 这事儿当然也得看大伯娘你们的意思 这两家合伙自然比不得一个人开业来得好 若是你们不想那么复杂 以后你们资格再开家饭馆也不是不成 刘氏文言赶紧开口道 嗨 哪里会不愿意 我们乐意得很 原本就和你们合伙做习惯的 那账银宝如今都会做了 她这孩子学得也快 做得像模像样的 以后你大伯父老了 我们老两口的做不动了 她也能做 你若是放心 我们子子孙孙一直合伙下去也不成问题的 问氏对此笑了起来道 如此都是自家人的话倒也放心 刘氏追答道 可不是 都是自个家里人才放心不是 总也比外人要好 你们也放心 我保管叫好孩子 银宝若是过几年成婚 我还能给他带带孩子教教他们 保管不会像冥香他们那样叫出些混账东西来 温氏对大房如今很放心 也开口道 银宝是个好孩子我晓得 他也聪明 若是有个稳当的银生 以后日子也顺一些 刘氏听着拉上温氏的手 清腻道 可不是麻 我就想着在镇上买间店铺呢 也能离你们近些 咱们走动也方便 温氏想着大房一家若是在 那么他也多了些地方可以串门 再加上亲人住着近一点 互相也能多关照啊 孩子们又都是他从小看到大的 他也希望他们能过好 温氏就十分高兴地点头表示赞同 圆满见他们俩都没有意见 而后就掏出计划书给他们念念上边的出版想法 让刘氏听完回去跟袁大使也说说 这买店铺的银钱就由我们二房出吧 你们也先别把家底掏空 总得留些银钱傍身 再者 既然我们二房出店铺和那些桌椅摆置什么的 你们大房就出些利器吧 平常的店铺忙活什么的还是由你们来 我们家不插手过多 只偶尔提些建议 或者我们做出什么新菜色了 大家在一起定夺推不推出 其他日常的事情不会过于干涉你们 这样大家都自在些 店铺后面的院子也有你们自己住着 不过店铺既然是我们买的 可自然的归我们二房所有 总得就是我们二房出店铺点子新菜色 你们大房只需要管理即可 原材料从我们二房的农庄拿 这个可以提供最便宜的价钱 等扣去这些支出和缴税 剩下来的利润咱们五五分成 圆满提供出来的信息 无意对大房来说是十分的友好的 他们二房提供店铺 那样可是能省下一大笔的租金呢 等以后存够钱 他们大房也能快些在镇上买间不错的住宅院子 刘是哪里有不答应的说法 他越听脸上的笑容越大 最终还不好意思的说道 那样我们大房是不是太占你们便宜了 这啥都不需要操心 就待人去就行了未免也太容易了 对你们来说可不是那么公道啊 温氏并不懂生意上边的事情 但他也明白自家人还是得关照些的 圆满也开口笑道 都是一家人 前期就不用那样计较 我们有银钱 我们先垫着就是 而且饭馆如果开得来 咱们镇上衔接着官道 多少在镇东下船后的货要从这路过运去内路的 人来人往这么多人 还有镇上的小贩 只要饭馆做得好 以后可不愁生意 到时候大伯娘别嫌累就好 话可先说好 我们二房既然出的店铺 可不管这些的啊 你们别觉得我们比起你们清闲就成 不过到时候忙不过来 你们可以再请人来帮工就成 圆满打着去就把自家的立场说明白 他是想投资可不会去店里帮忙打杂的 他也不会让他的家人去 同时他也是提醒刘氏 别以后他们大房心辛苦苦地赚钱了后 看见二房一家子傻也不用干就能轻松分五成利润 然后眼红就好 刘氏哪里听不明白 当即拍胸脯保证笑道 这个你可放心 我铁定不能让你们帮忙打下手的 你们的脑瓜子那么能耐渴的往别的地方使 这些活哪里用得着你们不是 温氏对此也回握紧流失的手 开口正经道 开头你们必定要忙些 那些个手艺也不能随便叫人了去 等以后找到可靠的人可以叫他们上手掌除 你们再放手就是 也就不用每日跟着在店铺里边忙活了 圆满也是附和道 前期要辛苦些 等名气打出去 客流量一多 划算划算 觉得请多少个人还能有赚的就尽管请即可 当然他们如果想多赚点不请人的话 也是可以的 圆满并不管这个 刘氏生怕圆满改变主意 毕竟如果二房不投资 那么大房还得晚很久才能存到钱买店铺 并且还会迟疑一番 不知道到时舍不舍的用全付身家去拼事业呢 第573章宣布 如今有二房直接买下店铺 他们心里也有底许多 还能提前开始赚钱呢 所以他只开口笑道 嗨 请人的事在说 我保管不叫你们亏本 刘氏心里明白 自家的肉菜卖的那样好 怎么可能会亏本的呢 再有二房一家子这么能耐 攀上他们保管大赚 圆满对此十分放心啦 而后又把那些评价快餐的事情说了 刘氏听着心惊 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 觉得攀上二房就一定能富起来 温氏也再次被小闺女征服 觉得自家闺女做生意还真像模像样的 心叹到好在生在这种时候 若是早些年啊 女儿身有诸多束缚 即便她再能耐也无法经商出头 好在如今对姑娘家事越来越宽松了 女子也可以上街摆摊做生意 也鲜少再被指指点点 也就部分顽固老人会说闲话 但也只是很少一部分 多说还会被人义正言辞地堵回去呢 温氏看着小闺女说起生意来头头是道 闪闪发光的模样就觉得欣慰 总归还是孩子喜欢还有这个能耐 便也随她去安排 温氏这个当娘的一点也不会去管制孩子太多 只要她别做坏事就行 生意的事情有先前铺垫 她对圆满很放心 刘氏最后揣着怀里滚烫的计划 疏迷迷瞪瞪地就出门回家去了 心里觉得很惊喜 惊喜到没有太多真实感 其他村民瞧见她失魂落魄 实则是高兴萌的样子很奇怪 纷纷询问她怎么了 刘氏回过神来才咧嘴想笑 但看着村民们瞪着大眼睛 等着她嘴里的八卦时就冷静下来 而后忍住笑意才了颠颠地说 没啥事 借着她就快步地朝 袁家老屋赶去 火急火料的呢 将村民们看得欲发摸不着头脑 不过等到第二日他们也炸锅了 原因是袁家要资助村里学院的事情 可把村民们惊得不行 袁满在刘氏前脚离开 他后脚就告诉刚回来的 他爹投资学院的事情 只把温氏和袁大硕震撼得不行 觉得小闺女的目光和胸襟比他们大人还要敢想敢做 叫他们不得不服 毕竟他们夫妇俩也没有想过资格赚钱后 这钱要怎么花 结果袁满已经开始安排起来了 这他们不惊讶才怪呢 而对于资助学院的事情 夫妇俩对这种善事是一万个支持 并且很认真地夸袁满这诗儿想得很好很棒 袁大硕听完袁满做的计划书后就直接带着他回去村长家 正好玉先生也在那边吃酒席 他准备直接把这事商量妥当 毕竟袁满他们大后日还得去学院里编出大考成绩的 所以明日就得回镇上 趁着小闺女在便将这件事情定下来 这样小闺女亲眼看见敲定下来 他心里也会觉得安心 圆满性格比较佛系 他爹的性格倒是利索 直接就带着他去村长家把这件事情给说了 将唐红和玉先生也给惊到 而后他们对事一眼就震撼地好一会儿 才看着父女俩连生说了好几个好字 玉先生都激动得脸红脖子粗 唐红只抓着袁大叔的手道谢 你们有如此想法当真是不得了啊 你们知道这样对这些孩子有多大的帮助吗 你们这样可是能改变他们一生的啊 若是当初我能遇上像你们这样的人 我也不会害 不提这个 我带咱们村里的孩子们 以及以后受益的学子们多谢你们了 玉先生也站起身来 众力拍拍袁大叔的肩膀激动道 这事儿当真做得好 你们父女俩也很好 我也替孩子多谢你们 我一定要将你们的想法告知那些孩子们 袁大叔自然知道这事办得有多漂亮 这个想法本身就很伟大 这个世上能挣钱的有许多 但愿意拿钱出来培养农家孩子的 他也是第一回听见 哪怕第一学院愿意培育的 也是有些成绩的好学生才收入的 而且还有名额规定 如果不是有熟人 哪怕免费的资助也轮不上 袁大叔这才会被圆满的想法给惊讶到 连带着唐红和玉先生也是如此 听见袁大叔说是孩子的想法 俩人也郑重地谢谢圆满 将圆满都弄得十分不好意思了 他的目的想要名声的同时也是想改变这些孩子 毕竟他明白知识有多重要 所以他才想了这么一出来 可见的大家都是赞同的 他们商议过就完善了具体的学规 而后第二日圆满妇女俩就会先送50粮给村里扩大学院 剩下的纸墨笔宴由原家采买后 直接资助给学院即可 与先生不要赢钱 所以换成以后固定时间 原家捐送学习物资 这事儿唐红也赞同 圆满想想觉得他可以通过周遇买到最便宜的学习用具 省下来的钱还能再多买一些纸张了呢 所以也很爽快递答应下来 圆满说对此自然没有意见 他如今都被自个小闺女征服了 唐红更别提 只敢开这样聪慧又善良的小丫头以后 不知道会便宜哪家小子 当然他只负责确定是以后就把这些细节 在第二日宣布给村民们听 让大家都了解了解 这下村民们自然炸锅了 纷纷七嘴八十地惊喜地讨论 免费的教育他们如何不惊喜 再确定当真把纸墨笔焰全包圆了去 村民们的好话就憋不住了 就差把原家当神明攻起来 原家当真没得说 咱们村里这么多孩子呢 少说的花不少银钱吧 这念书可得费银钱哟 稍得慌 他们对咱们也真舍得 从前咱们还那样对人家 当真是不应该啊 咱们欠他们个道歉 大家伙的说是不是啊 咱们一块去给原家道歉吧 这话一出 大家伙纷纷附和道 觉得原家当真是没话说的 放远看去方圆百里 谁家发达了 有这样的能爱啊 舍得拿钱出来 唐红听见大家都知道 抱歉觉得他们也确实不是无药可救 便也开口示意大家安静些 才又开始发话说道 道歉是要的 等惠尔大说要送他们家孩子回镇上 名人孩子们还得上学的 到时候咱们去送送他们再一块道歉 脸皮薄的人多也能开得了口 大家伙心意到了就成 也放过自己 做了咱们认 以后再改 炒书闲话多干活 那还愁没有好日子过吗 唐红先是敲打鼓励村民们一番 将他们说的愧疚又觉得浑身充满力气 想要改变现状 当下引起大家附和 书以后不乱嚼舌根了 也改改风气 第574章流氏教诲 唐红也知道不是一朝一夕能改掉的 但他觉得风气会慢慢改变的 再有 原家既然有这份心咱们也不能辜负他们 他们既然出赢钱 那么扩大学院的事情就咱们来出力 如此也省些工钱 大家伙没意见吧 这事也不勉强 谁愿意就过来报名 我打算到时候完工后立快排扁 将参与的人通通都记下来 让子子孙孙铭记 唐红说这话时神色很严谨 原家办的这事可是能青山村的村民们的子子孙孙都受益 他们自然也的有所表示 他这话一出 不少明白人都点头回到书是应该的 练书多费钱啊 原家如果愿意出大头 他们也不介意出点力气 因为不是强制的 所以大家都没意见 外家有牌匾提名的好处 大家伙谁不想留名的 以后后辈说出去也有面子 这也是唐红这位有见识的新村长的能耐之处啦 他将这事而不强制 改换成奖励性质吸引村民们的热情帮忙就很棒 不然大家伙见原家出赢钱 他们是直接受益者自然没话说还会夸赞原家 可一旦需要他们参与就会觉得资格也有出力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如果强制指不定还会烦 如今换成奖励留名的好处 可以说青山村八成的村民多乐意的 果然大家也踊跃报名 唐红只让他们等惠儿去他那报 他到时候统一记录下来名字 又再次提醒记下名字可得好好干的 不许偷奸耍滑 不然就要罚他们 这下大家伙就冷静地开始思考 但还是绝大多人都愿意 唐红这才觉得挺满意的 玉先生那边也在着手准备接收新学生了 一把年纪还能接收一大批学子 他也是十分高兴的 看着这些孩子从他这启蒙后走出去 他也觉得欣慰 而原家做了他一直没有能力做的事情 他自然心怀感激 觉得一定不能辜负原家妇女的好意 必须要叫他们成才 唐红这边的事情解决 刘诗那边将事情一说 大房一家都被这惊喜弄萌圈了 纷纷觉得怕不是做梦的吧 毕竟他们二房有关系又有资本 完全可以自己做的麻 为什么拉上他们 无非就是想帮衬自个亲戚一下罢了 这叫他们十分感动 刘氏却有另外的想法 他只对着一家子开口解说道 你们二叔二婶他们乐意找上咱们 除了想帮衬咱们一把也是有另一层关系在 那也是因为他们信得过咱们大房 要不他们怎么不找你们大姑呢 还不是因为他们人品不行 袁银宝对此表示赞同 袁小花抱着袁小宝也安静地听着 袁金宝还在外头跟他师父做木活 所以暂时不在青山村 也就没有参与这事儿 袁大师知道自个媳妇二主义正 如今也愿意听他的想法 刘氏剑一家子都听他的话也觉得很有责任感 于是又继续说道 所以咱们千万千万要记得你们二叔二婶的好 咱们也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开饭馆后小偷小摸的事情绝对不能干 这话我就放这了 也给你们直说 你们二叔二婶就得罪不起 他们那么好 咱们若是再干出些什么事儿来对得起他们麻 他说完看像认真听讲的小儿子 便着重指明他道 银宝特别是你 如今你大哥有了好去处 你小妹往后也是要嫁人的 那饭馆以后必定是要你接手 我和你爹年纪虽然不算多大 但人一上年纪就老得快 没法帮衬你一辈子 你自个心里的拎清楚 你二叔二婶是真好人 你以后千万不能蒙了心 更不能听外人挑拨去害人 哪怕是你媳妇儿也不能 你也别怪为娘的唠叨 这是我千万要嘱咐你记牢的你可记住了 袁银宝如今一改从前的吊儿郎当 听见自个娘亲的长篇大论也没有不耐烦 只是认真的听着而后说道 阿阳放心吧 我记下了 二叔二婶的好我也记着呢 哪里会忘记 留事这才安心 他知道二房一家以后只会越走越高 他们大房能有这么个亲戚也是福气了 万万是不能得罪的 袁大师如今听见这些话也不会觉得多难受了 他也学会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 再有二弟一家的照顾他也看在眼里 他们心里有他们才会这么照顾大房的 他也不是不是好歹的人 媳妇儿说的也对也就由得他教导孩子 留事看着小儿子听话的样子就欣慰 对着袁大师就直笑道 从前还想着就银宝这性子最讨嫌 谁知道如今银宝也长大了 瞧瞧多懂事啊 袁大师文言也憨厚笑道 他自小机灵 我是不从不担心他吃亏 袁银宝对此也不好意思地狠 起身就说道 那不是小时候不懂事吗 既然我都长大了爹娘也可以放心了 以后我也能帮衬帮衬家里 你们就不会这么累了 他说完还不好意思 而后就说要去准备明日早上做肉菜要用的卤料 弄完这个他就准备要出摊了 大房夫妇俩见他逐渐高大起来的背影也不禁满脸笑容 这孩子的勤劳也叫他们俩刮目相看 若是真把饭馆做起来 交给他也放心了 刘氏又看见那边抱着小儿子轰着袁小花 如今也是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 也叫他心里感慨道 若是再把饭馆开起来 咱们存些银钱在镇上置半间住宅的院子 最好是像二房那样有两镜的 金宝银宝俩年纪差不多 离他们成亲也没几年的时间了 先买一个院子 到时候他们抓纠纷前后院 住一起也清静 等他们以后若有银钱想再给孙人买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咱们俩只管他们成亲时有婚房就成 袁大石对此笑呵呵道 你看着安排就行 我就会歇体力活 刘氏对他的放权觉得喜滋滋地 而后又称道 我这不是跟你说说麻 袁大石便也好脾气地笑道 纳成 你说你说 我就听着 刘氏这才又称他一眼 而后才又笑着书齐以后的规划 咱家小宝运气好 一来就过好日子 以后上学还托二房的福 赶上如今能免费上学 这点也是二房够大气的 这么多银钱 说拿出来就拿出来 也真舍得 第575章大憨憨 这光小宝学费咱们就能省下多少银钱了 正好也能让咱们没那么紧巴 不用把银钱都掏出来了 也正好把小花的嫁妆预备着 好歹就这么一个闺女 也不能叫人看清了去 刘氏清楚地明白 要自个娘家够硬气 给的嫁妆丰厚 姑娘嫁去到夫家才有底气 原名香是多好的例子啊 从前他就是吃了这个亏 所以绝不能让闺女人走这路 至于小儿子年纪还小 以后长大有两位哥的帮衬着 也不愁没有房子 到时候说不准他自个就能出人头地了的 刘氏可想把他培养成才好好杀杀格式的威风的呢 另一边 原大使心里想说自个俩儿子更重要 而且原金宝已经定薪 过不了多久就要成薪 只有老宅这小房间算什么样子 还有原银宝成薪也没隔几年 也是要花钱置办聘礼的呢 而且镇上的院子也不是那么好买的 外加小儿子以后若是要走科举 那后续也得费钱啊 因此 他自然舍不得给闺女置办太多的嫁妆 但看见那边原小花低头感动地发红的眼眶 一时间也明白这话不该明面说 不然惹恼了闺女 平白无故地多惹葛院又是何必呢 所以也就暂时闭嘴了 刘氏还在碎碎念着 说着如今嫁妆的行情 怎么也得陪嫁一对香龙的嫁妆 就这个还是少的 还说如果到时候有银钱还可以置办六对香龙 甚至更多东西 若是对方家里有田地还要陪嫁牛车呢 原小花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 他娘亲是刀子嘴豆腐心 从前对他也真是恨铁不成钢 他自己回想起从前也觉得那样很不争气 如今听见娘亲叙叙叨叨地为他的婚事操心 心里也是动容 忽然 他想起那位少年郎就觉得芳心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脸蛋也有些发热 但又不敢被瞧出端倪 只好借着要带小宝回房睡觉撤了 刘氏念叨着 就发现袁小花脸红红地离开又叹气道 这丫头这性子还是太软了 多说两句都害臊 人二房不说满丫头那聪明济耳 就说袁秀那丫头瞧着没什么话似的 心里也是有主意的 从前三房那俩丫头若敢欺负她妹妹 她虽然不能开口说话 但那眼神也能唬人 就是为不好惹的 天生咱们家闺女 瞧着软 实则还真就是软 除了哭还会啥 如今还不容易长大些了 还是没能学到几分硬系 到时候嫁得人家不说婆婆如何 只说那轴里就能欺负死她 刘氏说着就来气 话也就不好听起来 骂骂咧咧地 袁大石确实开口道 你说你没事找事烦做什么 姑娘家脸皮薄哪里不对 你是要她学那浪当样好 还是学那泼辣样好 姑娘家的能干活小的带孩子不就成了 刘氏顿时瞪眼看袁大石 火气就上来了 觉得自个男人真不会说话 司机他是个憨憨 也懒得跟他计较了 当下气得咬牙转头就走 袁大石飞还不知道哪里气到人了 见状也不乐意嚷嚷道 你这又咋了 干嘛去啊 怎么就又扔你了 致命三连 刘氏听见险些气的想升天 他就不明白这人他二弟顾家体贴还能干实事 他三弟温柔又会说话宠媳妇 天生他遇上的怎么就是这样的臭男人呢 一点也不懂风趣 还不会说话 三天两头就能气到他 前些日子他得了温室给的护肤品吧 每日在忙也咬牙抽空坚持用着 好不容易觉得自个身上香滑了些 问他有没有什么区别 还把手给人看了 结果人家倒头就睡 看都不看一眼 多催促两句人家还嫌烦 好不容易非要他看一眼 人家的空的时候终于说了一句还成 刘氏还没来得及高兴 他就又指责他老大不小弟折腾这东西做什么 后来又发脾气说他要是敢勾人 他就打断他的腿 气得刘氏和他干了一架 而后就把瓶瓶罐罐都收拾起来到香笼里边封闭起来 去他娘的打扮 他就这么操下去还省力气省心了 只要他不嫌弃自个媳妇比其他兄弟媳妇二难看嫌老就成 刘氏怀疑自个这么容易老和被他气的也有很大关系 外家孩子们也不省心 他样样需要操劳 那是再多胭脂水粉护肤品都没用的 如今人家不赏识 他也懒得折腾了 刘氏想起这些事情就欲发生气 当即头也不回地去找温氏吐槽去了 再不吐槽他的被这狗男人气的升天 袁大石确实摸不着头脑 压根没觉得自个哪里说错话得罪人了 他偷偷摸摸追出去两步 瞧见他气冲冲地朝二房那边走去就松口气 知道他是去找温氏去了 也就不管他 这边 刘氏虽然要吐槽但也不能带一身怒气地人家家里的 多不好啊 不知道的话因为他是要去找二房麻烦呢 所以只能努力平息着怒火 让自个别跟那傻子计较 等刘氏见到温氏时也已经恢复大半了 见他收拾东西还帮忙提着去马车那呢 再听见圆满他们田田地喊大伯娘气就消了 觉得还是改天有时间再吐槽吧 别扰了人家的好心情 刘氏便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而后询问道你们这就准备回镇上了呢 温氏笑着说道 是啊 收拾收拾这就准备去了 圆满将手里的东西递给小春花 让他去马车上边放置 而后对着刘氏笑道 大伯娘就安心等着饭馆开业吧 我这回回去就着手打听店铺 到时候买下来就通知你们搬过来 在此之前还请大伯娘不要事先说出去哟 刘氏当下欢喜道 咿咿咿 我知道这是怕被人搅黄是吧 你放心 我保管让银宝他们也别胡乱书给人听 不过你们资助学院的事情 你们阿乃知道了又该闹了 肯定会说你们不先惦记着你们小叔 圆满听见就笑道 我还当什么呢 这个大伯娘不必担心 我们家也是才下收进的账 这不也是才收到银钱 也是回来了才决定要资助的 哪里是没有想着小叔的 回头大不了托人稍兴去旧事 只是不能寻思 他自己也得凭本事 和其他学子一事同仁 遵循规则 不然怎么服众 第576章心术不正 这话说得在里 刘氏听见就笑 点头附和道 满丫头说得对 可不就这样 要不他怎么说二房的闺女机灵呢 什么后路都想到了 刘氏对此当真是羡慕得很啊 要他家孩子这样他的多省心 圆满只对他咧嘴笑笑 而后帮小川花把其他东西都规制好 圆大硕还在跟扣签对账本 他就是那群难民的头 如今青山村的账本都是交给他来办的 倒也做得挺有条理 是个可用之才 圆满一家将行李再次搬到马车上 就准备出发了 刘氏不舍必要送他们 温氏也就笑着接受 只是安慰道 等你们也一并搬来镇上就近了 刘氏想起这个就觉得开心 忙不迭地点称道 可不适马 马车重新被迁出院子外 就等着圆大硕过来集合 圆成也吆喝着小黑 先一步把他轰上马车坐着等 圆满看他浑身都是曹子也不知道从哪钻出来了 冬雪也乖巧地跟上车陪圆成帮小黑身上的曹子也拨下来 圆满瞧见只说道 你们俩等会儿没洗手可不能乱摸眼睛知道吧 不干净的 就怕有什么脏东西就不好了 小黑才从山里浪回来 指不定钻哪去了 还是得小心 圆成听见抬头看圆满一眼就乖乖笑着答应说好的 冬雪也点头称是 圆满这才放下车帘不管他们俩了 圆秀和夏日正在那边跟西梅告别 他带了好些给孩子们做的小点心 也是一番心意 圆满见状让小春花也过去帮忙提东西 他自己则是去牛棚那边看看那两头今日还没上山吃草的大黑牛 这两头牛对他来说也是有不一样的感情 他家发家前就靠他们俩当代部工具使用的 也是个大功劳 圆满偷偷摸摸的借着加水给他们俩添了浓浓的灵泉水 惹得两头牛摇头晃尾 低声摸摸叫 很有灵性 碰上熟悉的灵泉水也迫不及待避喝起来 一时也没顾得上其他 圆满又伸手拍了拍他们 安抚好这才转身洗手离开 这一趟回来其实也挺好的 看看熹梅他们过得如何 只可惜方平不在家 据说是跟老人家学手艺去了 再有的就是村民们虽然有些热情过头 但大家伙充满干劲人还是很好的 外加知道他家农庄没有他们在也可以很好的运转 他也能彻彻底底地放心了 熹梅仲峰和乔木乔宇他们这一批老人 包括后来的难民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 实心实意地在这边安家了 据说还有几对有意诚心的 也没有人再提要回老家 毕竟这边水很充足 气候也要好一些 他们习惯了自然舍不得走 如此一来原家的小农庄也不愁 没有人干活了 既然青山村这边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那么就可以安心发展镇上的事业啦 首先饭馆的事情就是首要任务 还有看看周玉须不需要帮忙 圆满也想帮帮他 让他没那么累 心里惦记着正事 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镇上去了 毕竟他只有这一下午的时间 明日还得上学的呢 圆满必须充分地利用时间才行 也许是父女俩直接有心灵感应 袁大硕总算过来会合了 圆满心想总算可以回去了 而后迫不及待地先爬上车厢 小春花发觉自个小姐回来 也提着东西哒哒哒地跑过来 温氏和袁大硕和西梅中风他们告别 反正也经常回来 没那么伤感 也就是西梅惦记着几个孩子而已 袁秀表示会再回来探望他们的 西梅这才笑着点点头 那边菊菊看着他们要离开 始终没有将把自己也一块带走的话给说出来 一是他自己不想入奴籍 二是不入奴籍他有什么身份跟着他们去镇上呢 所以只能作罢 可看着小春花和夏日 他们光鲜亮丽的模样也觉得羡慕不已 菊菊便傻站在那边看了许久 直到圆满他们的马车离开 都没有回过神来 还是西梅察觉到才拍了拍他 才叫他回过神来 菊丫头没事儿吧 若是累了就去休息会儿吧 如今也没什么要紧活儿 不了 西梅姐我没事 就是走神了 我这就去未机 菊菊被西梅叫回神后就有些惊慌失措 说完话就跑了 中风看着他那样 脸色有些沉和西梅低声说道 这孩子心思不大 正他总担心他会惹出祸来 明明从前还挺好的 如今长大后心思也愈发多了起来 人性本复杂也是难免 西梅却是叹气道 到底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年纪也不大 也不是家奴出身 瞧见些好的自然奠记 受点宠自然会傲一些 且再看看吧 若是他真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第一个拿他 局局这孩子的身份和大家伙都不一样 即不是奴才也不算长工 只是平常忙活完自家的田地 就过来帮帮忙的 又是主家同村的孩子 袁大硕夫妇惦记着他爹是个傻子 对他也多几分联席 工钱照给不说 比起其他长工来也要多几分情一再 外加也是西梅看着过来的 所以西梅对待起他来也很难拿捏分寸 但该管的还是要管的 只是眼下没做出什么触及规矩的事情 若是真有 他也不会去包庇 必定要拿他去禀告主家 西梅对此叹息道 我在想法子劝劝他 这年纪也不能明说 戳破了反而让他觉得没脸 倒不如暗暗提醒他 中风对此也点头道 这孩子没娘就那么一个傻子爹 什么也不会 家境又不同 难免容易想岔 你若是惦记着情意 多少叫他摆正心态 我可不是一回收到其他人给我说他气性大 还给我遇上他给家一东林摆架子呢 都是小姑娘 怎么就这样给人脸色瞧 主家心善待他好 他若背地里对人耀武扬威可不成 再说当初满姑娘可也说了不能让老人以老卖老欺负新人的 西梅对此又惊讶道 居然还有着视耳 你怎么不早说 我原以为小姑娘心气大了而已 谁知道愈发过分了 不成 我的好好问问家宜那俩丫头是不是被欺负很了 第五百七十七章操心 还有你也是 再有下回你直接当面教训 你不当面教训他以为你默许的 下回还敢 我是没撞见才没法拿他 你瞧见了你不管是怎么回事 西梅听见都觉得不应该 觉得自个丈夫错过指正的时机 要这么说显然是橘橘忌惮他们夫妇俩 毕竟管家的是他们 所以有些什么也逼着他们俩 更不敢在他们面前耍脾气的 所以如果当面遇上当场呵斥必定能振着他的 让他知道这样不对 可是中风错过了这个时机可不就是浪费了麻 中风对此也肝大道 这是你们内宅的事情 我直接开口像什么样子 一个大男人欺负人小姑娘不成 还得是你来办更妥贴 西梅想想觉得也是 便点头道 行 这时我晓得该怎么办了 实在不成 下回咱们跟老爷夫人提一提 中风也附和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要管理一个农庄 哪怕是一个规模偏小的农庄 也有几十号人呢 夫妇二人只能尽力事事顾全 但总也有疏忽的地方 所以商讨完毕 各自又分开忙去 夫妇俩向来是一人管内宅 一人管外头田地里边的事情的 分工合作也有效益 另一边 圆满上车后就恨不得飞快递到家 马车一路平缓前进倒也快 才从坡上下来驶进震南边界 看到熟悉的街景就让人雀跃 在这边住了半年如今对这边也已经产生归属感来了呢 圆武直接就提议说想逛逛再回家 圆城赶紧附和说好 圆大说准备去周家农庄一趟 温氏累了想回家休息休息 这时候有秋风他们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 有他们跟着多少放心些 毕竟孩子这么多遇上坏人也能拖延时间啊 再说镇上经常牙抑巡逻 星天白日的 很安全的 圆大说夫妇便放心地将圆武圆城还有秋风他们放下 圆秀想想突然比划着说要买点东西 便也带着夏日下车了 圆满也瞧见小春花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 她便故意对着外边笑道 哎 我好累啊 我就不跟大哥阿姐你们玩啦 小春花脸上果然失落起来 圆满便扑呲一乐笑道 我逗你的呢 小春花跟着他们去玩吧 不用跟着我 我回家正好歇会儿 这里有些铜钱你自己去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 圆满说着从腰间解下荷包 里头有半两银子和二十几文钱 给小春花她当零花钱足够了 平常给她的月钱这傻丫头都给圆满买东西去了 自己也没留着点花 所以给她也是应该的 小春花接过去就开心笑道 我也想跟大小姐去买绣线 等我买回来就给小姐你绣好看的帕子 圆满忙笑道 你自己也看着买点什么吧 也多想想自己 小春花这才点头答应 而后在夏日的笑容下被她抱下车 圆满也甜甜地笑着挥手道 阿爹阿娘阿姐回去吧 等着我们买好东西回去给你们啊 圆满也笑着询问道 阿爹阿娘小妹可有什么想要的 看着他们笑意盈盈的模样 圆大说夫妇还有圆满都笑着摇头表示道 不缺什么了 你们自个玩也得注意安全 天气热也别吃容易上火的吃食小的吧 圆满他们都乖乖答应 秋风他们也归规矩举地守护着 着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们就在镇南分开 圆大说护送母女俩和小黑仙回家去 一路上圆满都聊开小窗帘 看外头的街道 心想能不能遇上周玉她 可惜并没有 于是她打算等惠儿去周玉家碰碰运气 看她在不在家 若是不在家就得做两手准备了 圆满司及她有时候忙起来 只有晚上的时间才在家便换了个打算 阿爹等会去周家农庄 如果遇上周玉你跟她说我找她有事行不 圆满对着赶车的圆大说便如此交代道 行啊 二丫头找她做什么 若是饭馆的事情可别再麻烦人家 我听说她近期还挺忙 小小年纪也是不容易 圆大说提起周玉这孩子还颇为感慨 这么丁点的孩子居然都能照顾自个家的生意了 这是何等的厉害啊 圆满点头又摇头道 算是找她有事 也不全是饭馆的事情 阿爹既然这么说 我饭馆的事情就不会麻烦他的 圆大说对此满意道 虽然你们感情好 可也不能试试麻烦人家 他可不欠咱们什么 可别太理所当然了 当爹的也是好意提醒 圆满也不是小屁还会去顶嘴 表面上自然呃呃地答应 心里却想说他和他之间的关系 还真不是一般的好 那是一块背负着轻易不能说的大秘密的交情啊 你们不懂 圆满心道 不过他也没想麻烦他啊 还想着帮他来着 等他路过去衙门的劲道 他当即开口表示要下车了 当爹的环梅开口 当娘的已经担心道 你这回人下车做什么 温氏一脸不解的看着圆满 觉得十分奇怪 刚刚不是才和小春花说要回家休息的 怎么突然变卦了呢 圆大说心里担心不是闺女嫌弃他太唠叨了吧 但还是十分配合地靠边停车了 准备问问小闺女想做什么 圆满却已经提前开口说明道 阿爹阿娘我要去曹大哥那边一趟 最近忙着学习也很少去瞧瞧他来着 这回正好饭馆的事情去问问他去 顺道再看看他 温氏确实不赞同道 咱们下回再去吧 你真想去是才怎么没让春花陪你去 如今你一个人我们如何放心 圆满却开口笑道 从前又不是没有一个人走过 怎么才带小春花多久啊 一个人还就不能办事了不成 再说了 这镇上我如今多熟悉啊 爹娘就别担心了 我晓得我在做什么 你们安心忙你们的去就成 袁大说心里也明白自个闺女性格将 再加上从前确实也不是没有一个人过 便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话虽如此 可也得小小些 你曹大哥若是轮休你也别去打搅人家休息 不管是周家小少爷还是你曹大哥都不欠咱们 不是不麻烦周家小少爷就可以去麻烦你曹大哥了 你就去衙门问就行 去衙门问这事儿也合情合理 你如今也大了 多少也注意着点 爹娘才放心 小闺女太独立也不好 凡事要强 当爹娘的也不好硬碰硬 问事也是再三嘱咐她注意安全 主要小闺女年纪逐渐大了 也得学会避嫌才好啊 总不能长大了也跟男孩子太亲近 独处更是不能的 太危险 名声也不好听啊 第578章聊聊人生 圆满为了让她爹娘放心 自然乖巧答应下来 我晓得 圆大说夫妇见她心里有数就成 而后目送她离开才离开 圆满回头瞧见她爹娘的马车走了才纳闷地埋头朝衙门走 她爹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此便先去衙门看看吧 这边的小路距离衙门也不远 穿过几条小巷子就到了 圆满熟门熟路地走向曹关屋所在的院子里边 却发现她不在 说是何高天出去办案去了 她便只能跟他们的同事咨询 几位大哥可听说过近期咱们镇上有没有人要卖店铺的 小姑娘生得白嫩且眉清目秀的 再加上笑盈盈的模样很讨喜 大家伙也都不陌生 如今衙门里谁不知道原家的 于是纷纷帮忙出主意 你们这是又想做什么买卖 这年头地段好的店铺少啊 不过要说也是你们运气好 镇南这边近期正好有一处 就在糙米粥铺的旁边你晓得吧 不过是个一楼的老店铺 翻修也不成 怕塌了危险 衙门勒令要他们重建啊 这地点不错 离咱们衙门也不远 还进菜市场啊 只不过要重启店铺可得花费不少银钱 他们也是因此才打算卖了这地 准备去镇东那边发展看看 第一 这店铺费银钱还费时间 倒不如啊去买靠近镇西那边的那一家客栈 两层的楼 后边还带老大一院子呢 圆满听见几位牙翼七嘴八舌地给他提意见 他便都朝他们要了地址 准备的空就过去看看再说 但镇上虽然店铺和商贩流动性强 生意做不下旧车的大有人在 可卖店铺的人实在少 你说要租倒是容易得很 眼下谁都看得出来岩江镇还在持续发展 这地皮可值钱了 牙翼们也劝圆满 实在不成要不租也行啊 大家都是这样的 圆满便点头笑着说道 A 谢谢几位大哥 我自己回头再考虑考虑几个牙翼 也没把他当小屁孩看 听见如此也和善地笑着附和 圆满询问完毕 谢过他们后才拿着他们写下来的地址准备离开 结果再快到侧门门口时遇上曹关乌了 双方都有好地打招呼 你这丫头可许久未见了 不过你家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如今事业顺意 我和你高大哥也替你们高兴 曹关乌乔建玉发水灵的小姑娘 就如此爽朗笑着说道 她心里对圆家几个孩子也是疼爱 特别是圆满她 完全符合她想要的闺女模样 只是孩子长得飞快 从心前粉嫩嫩的小奶娃娃 如今都开始抽调了 圆满也笑着说道 还好还好 我们上学后也不怎么的空 就没有过来叨扰你们 曹大哥和高大哥近来可好吗 他看着对方眼下的黑眼圈 和一段时间不见的销售模样 感到很吃惊 曹关乌也察觉圆满的惊讶 便只是笑笑说道 没事挺好的 你就甭瞎操心了 安安生生上你的学去 圆满也咧嘴笑道 学是要上的 心也是得操的 这不是我家想跟我大伯娘 他们合伙开家饭馆呢 所以才跑这边一趟打听打听 有没有店铺可买的麻 还有曹大哥你状态看着不大好 可也不要太拼了啊 曹关乌向来孤寡老人一个 除去好兄弟高天平常 也少有能说提几话的 圆满家自从忙起生意后 他也不好太过打扰 外加他这段时间来 也在不停地思考着 自己要的是什么 高天是百分百要参加秋争的 他作为好友说不担心是假的 还有的就是觉得迷茫 高天有了目标 而他自己却发觉 自己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了 所以这段时间浑浑噩噩的 说要成家 他也是真怕成家后 心里有牵挂了 反而出任务时会被绊住 还得担心万一自己死了 他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 自个也没有个亲人 可以帮忙照顾的 那亲人可得多惨啊 曹关乌愁到头都快秃了 远满明显也感觉到了 他的愁眉苦脸 而后询问他怎么了 曹关乌瞧见小姑娘 黑白分明的眼睛 觉得这丫头心理主义症 于是索性招手 让他到一边来聊聊人生 说不准能有什么收获 远满见就在一旁不远 便跟着他走到路旁 打算听听他想说什么 说实话曹关乌长着一张娃娃脸 年纪也不大 二十几岁罢了 在圆满眼里也不过是个哥哥级别的人物 外加认识这么久的交情 他和他相处起来更像朋友 所以寥寥心事也成 曹关乌也没有把人小姑娘独自带到屋子里 他们就站在院子里的石子路旁 人来人往都是瞧得见的 只是要听见他们俩低声交谈那就得走近一些才难听见 总归不出格 圆满在听说高天要参加今年的秋征时才震惊得不行道 高大哥想上战场啊 真厉害 这点我是敬佩他的 曹关乌一听就愣住了 开口询问道 你不觉得很危险 圆满疑惑道 上战场哪里有不危险的 当兵的平常训练时说不准就能丢掉性命了 但正因为危险高大哥还敢去做我才敬佩他 他可真不愧是个汉子啊 曹关乌对此也迷茫道 那不去的就不是汉子了不成 圆满再次给他个出乎意料的答案道 当然不是 是个人都会怕死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也不能那样说 他知道这件事情后再听见曹关乌的两个问题就明白了 曹大哥是在为不想参加的事情而烦恼吗 我觉得你可别这样想 若是不想去那么就干脆不去 对自己和别人都好 你想想若是心里带着不愿去征兵 若是被选上你也不是那么情愿的 去了也不能好好训练 心里还个硬 万一战场上情绪起来 丢了性命可不好了 圆满说着说着也正惊起来道 曹大哥也别怪我说的直白 自己丢了性命只能说自己当初做错决定 万一因此害了别人可就更不好了 所以既然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就不要去 咱们安安生生过好自个的日子 不偷不抢 也不干坏事什么的就已经很好了 第579章开导完毕 圆满独特的见解叫曹关乌毛色顿开 突然奇怪地看向圆满呐喊道 我说你这小丫头真的不得 小小年纪看得比我还通透 曹关乌说着就失笑地直摇头 一副羞愧自个还不如一个小孩子 圆满也只是笑着偏头调皮道 我哪里是厉害 这叫旁观者清 你自己钻牛角尖里头了罢了 何苦为难自己 曹关乌对此也是叹气道 你说的对 是我拎不清 圆满又摇摇头道 我晓得你和高大哥关系好 从小一块长大的情谊是旁人比不得的 你担心也好 拿自己跟他比也好 不过都是因为在乎罢了 其实他自己这么大个人了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相信他既然做出决定 那么哪怕以后有什么后果他也能承担 圆满看着曹关乌失魂落魄的模样 才要安抚地拍了拍他手臂道 所以曹大哥身为好朋友 还是尊重他的选择比较好哦 曹关乌听闻还是不由得发愣 陷入自己的沉思里头 圆满则是得知秋征这件事情第一时间就想起周玉失灵口中的战争 他也觉得担心 虽然他知道周玉为此在暗地里边做了许多努力 也从他们口中得知战争有多恐怖 所以他心里也不由得感到一丝惆怅啊 曹关乌思来想去才低声说道 满丫头你说得对 圆满被提起时也才回过神兰昂 的一声 而后就被曹关乌道谢了 接着他又厚着脸皮问道 这事儿你分析得如此头头是道 那么还有一事情我也想问问你的想法 圆满对此十分大方说道 可以哦 你想问就问吧 曹关乌这时才问道 你觉得人一定非得成家吗 实不相瞒 我总想着若是我成家后出了什么事情留下他们孤儿寡母的也怪可怜的 我也实在心里难安 曹关乌说着说着才反应过来对方是个小姑娘 询问这是怎么也不够妥贴 他怎么能对人家询问这种事情呢 可不等他开口道歉 圆满已经笑了起来说道 这问题和前边的没有什么差别啊 如果曹大哥有了心上人 他若是愿意嫁给你 必定也是考虑过这层的 既然他都能接受 你又何必想那么多 衙门里头就我知道的大家到年纪都是成家的吧 你看有几个是一直担着的 圆满心里明白估计是曹关乌这的小年轻到了对未来迷茫的年纪了 再加上被好友有目标一次机 所以更纠结了 不知道自己是想跟着拼一把 还是待在老家娶妻生子 就算是娶妻生子的问题又因为自己压抑的身份难倒了 才会这么焦虑憔悴 于是他赶紧安慰起来 曹大哥其实别太较真 换做是我的话 我爹是位英雄 哪怕牺牲了我也不会怪他 只会觉得自豪 这当然是最差的情况啦 生命无常 谁也不晓得会如何 还是活在当下来的好 当然也不是非要娶妻生子的 曹大哥若是心底实在觉得不愿意成家那么也就随心救世 圆满任认真真地给出他的想法道 我觉得人活一辈子主要别让自个后悔 只要自己不后悔 那么就随心过下去就是 别自个做出选择了等老了才来后悔 曹观乌听完圆满随口说出来的话 虽然很多很乱但也听得明白 他心里突然就豁达许多 觉得自己确实太钻牛角尖了 如人小丫头所说 只要自己活得不后悔就行 别那么在意其他的东西 为畏缩缩反而会失去很多 一直纠结也无事于补 所以与其纠结不如想开一点来 曹观乌点点头 呼出一口浊气 觉得浑身都舒畅许多 他笑着将手掌搭在小丫头的发顶摸了摸道 多谢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好受多了 真的多谢你 而后他就十分感慨 他这个小丫头怎么这么聪明会想 圆满只是名嘴乐乐 深藏公与名 能开解他的心结 他也觉得很快乐 助人为乐不亏是助人为乐 能帮到人确实很开心 曹观乌自己的事情解决大半 所以得知圆满要开饭店的事情 也表示会留心帮他在打听打听 圆满表示地点最好在靠近镇南这边 曹观乌则表示没有问题 闲扯一通就又费了不少时间 圆满婉拒曹观乌要请他吃饭 而后就赶紧朝自个家回去了 他估摸着如果他爹能在周家农庄遇上周遇 那么传信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他才赶紧回家 生怕别一会儿万一周遇来找他错过就不好了 以至于他离开衙门后就直奔自家去 累得连水路上都没停下来买 所幸运的是他才走到大道上就遇上周遇家的马车了 刘光连忙停车 恭敬帝对着圆满打招呼 而后请他上车 周遇也聊开车脸 见他被晒得脸红扑扑的就说叫道 上午太阳烈 你怎么自己一人在这 也没打伞 快些上来吧 圆满被刘光扶着踩凳子上了马车 文言也嘟囔说道 我也不想的啊 是才去衙门问点事情耽搁了时间 又生怕和你错过 等惠儿都不知道上哪找你去 虽然被周遇说叫了 但听见他熟悉的声音还是叫人心情好 周遇听见圆满去衙门有事 也不禁询问道 你去衙门办何事 便说着还用自己的帕子来给圆满擦汗 动作十分自然 圆满顺手接过来自己擦着 一额头的汗水 后背都汗湿了 后背湿打打得好不舒服 你等惠儿先送我回家一趟 我换身衣裳再跟你去办事人 今日我可打算黏着你的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说 或者娇娇我也成 周遇对此有些错愕 不等反应就下意识护着说道 这天这么热 你跟着我做什么 我自己能行 不用你 话出来才觉得太强势了 生怕圆满跟他生气而感到忐忑 圆满果然不一 但也没有生气 只是果断道 我就跟着 周遇这下不敢拒绝了 生怕他生气便点头答应道 行 不过下午去码头那边你别离太近 尘土大 圆满这下才满意地笑了说好 周遇这才在问他去衙门做什么 俩人这才把话题重新捡起来 就着这事儿讨论 第580章有着落了 圆满见他都问了 便也将这件事情一说 而后又补充道这事儿我已经让曹大哥帮忙打听打听了 其他打听来的地点我也准备的空去看看地方如何 周遇听着就说道 何必这么麻烦 我前些时候才将店铺都收了回来 你若是要用便拿去即可 就当我卖你的 圆满听见这话就惊了 道当真 可你不是也要自个儿用麻 周遇将冰河底下的冰块翻翻 好散出更多的冷气 他文言也回话道 原本就是打算与你一块做生意 如今也不过多你大伯娘一家罢了 我还省得请人看管 圆满见状索性道 那既然如此就当你入股了 用店铺入股 用赚的25%给你交租如何 我保证不会低于市场的租金 他那么多点子 保管能开出一家别具一格的饭馆来 所以完全不担心 周遇对此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十分爽快地就约他的空间葛契约 圆满也觉得应该的 毕竟还有他大伯娘的事情 饭馆的事情定下 周遇见眼下也没有什么要紧事 便提出带圆满去店里看看 而后将他下午的行程说了 看完店铺他也顺路看看 其他店铺装修进度如何 又得去码头收获 圆满对此表示没有意见 任凭他安排 反正他下午跟定他了 虽然暂时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至少能让他过得舒服一点 圆满询问得知路程也有个十几分钟 就安心地从空间掏出两瓶冰镇凉茶 好让他们一块解解渴 他自己是要渴死了 拧开瓶盖就咕噜噜地喝了起来 总算是安抚了干渴的喉咙 这东西还是不方便拿出去 所以外头赶车的流光就没份了 周玉也跟着拧开 发现这又是不一样的饮料 救不住惊叹员满上仪式的发达 这样的饮品居然有如此多的样式不说 就连包装也都各有不同 这也叫他学习到了 这边的点心铺子里头的点心 都是统一纸和包装的 十分笼统 一点也没什么新意 所以也得做出不一样的改变 才能吸引人的目光啊 这样的话也有卖点 周玉喝了一口凉丝丝的凉茶 味道清爽甘甜带点苦味 还有些药茶味便靠近低声询问道 这是什么 圆满灌一肚子水后 才学着他靠近而语道 是凉茶 下火的 和咱们平常熬的差不多 只不过他这种更方便 周玉感觉颇为神奇 帝拿着手里的塑料品反复观探 才看见后边的配料表 而后认出了菊花这些药草 这配方就这样写在容器上 不怕被盗去配方吗 扑吃 这能放的自然是他们想让人知道的 而且这个是规定要放的 目的也是为了让喝的人放心不适 再说有配方又如何 排的有工艺才是 里头水深着呢 不过很普通的饮品配料大家都知道 所以做的人也多 好比咱们这边的绿豆糕 方子大家都是知道的 做出来的也差不多 但还是有些许口感差异 这就是工艺的问题了 圆满和周玉全程用最小的音量在交流 外加外面路过闹市 所以声音十分嘈杂 很难听见他们俩在说什么悄悄话 周玉看着对他来说十分精致的容器思考着 而后道 咱们的茶楼或许可以多来些茶的种类 这些配方里的药草这边也并不难寻 咱们可以借用一下 圆满十分赞赏地看他一眼道 巧了 我也是这么个想法 多让人去打些同志茶壶 我晚些时候给你看看什么模样的 就是那种嘴长长的茶壶 玩出点花样来 就那样翻来覆去地拿着茶壶花样倒茶也是一个亮点 可以吸引人 其他的茶壶嘴弄短些 再把各种茶明写红纸贴在茶壶上 客人要什么就给他们倒什么 包君满意 周玉对此表示十分认可 笑着道可行 至于点心方子也得多抄写些出来 让大厨厨娘去琢磨出来 茶楼无非三药点 喝茶 点心 听说书 前两者做好了也就成功大办 圆满跟着补充道 点心最好可以外带的 设个柜台码 最好就在门口旁边 出入界可以看见 点心买卖也方便 周玉想想便记下 点头道可行 在开家点心铺也有些多余 喜欢点心的回头客 或许也会在茶楼上做 圆满也附和道 就是这样 若是喜欢点心 每日来来往往地进来买点心 咱们请个好的说书先生来留客 保管让他们进来就愿意在里头坐稳了 点心再一吃也不怕他们不买茶 茶也分斩卖 蒸一次茶收一次钱 也可以弄包月的 让他们一次付清即可随意吃吃喝喝 周玉听见包月的事情就来了兴趣道 何为包月 圆满就给他科普道 包月顾名思义就是用一部分银钱包下一整个月的消遣费用 只要他来得勤快 那么他就是有些许优惠 看着是他赚了 实则咱们也未必亏 周玉闻言也明白了 笑叹了声妙 而后就说就这样办 如此茶楼的事情就商量的差不多 而后就是奇楼和武院的事情 俩人说的投机 对彼此的想法也大多认可 所以很融洽 说话间 周玉要带圆满去看的绝妙店铺也已经到了 圆满收起两个空瓶子进空间 而后就跟着周玉下车去看看店铺 周玉看着圆满将绿色的塑料瓶收进空间 不禁感叹这样的物质 他们这边还没有能力制成 可见差距何其大 他内心感叹 但表面却十分沉着 先行下车后还去扶圆满 圆满自然地搭着他的手就踩着凳子下来了 刘光则是去停马车 据说这店铺后院有弄停马车的地方了 带员满走正门也是方便让他更好地参观这家店铺 这家店铺就在镇南中心市场那边的西面 位于镇南市场和小溪市的中间地段 店正门就对着大街 后院对着也是大街 两个侧门则是引在巷中 那巷子还是逃生巷 平常不会有东西站到 也没有固定小摊贩 是为了避免发生火灾用来逃生的两个门 所以说很是妥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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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